他实习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了上司的第三者 我爱你 我会找机会跟他离婚 你要给我点时间 他离开了那个男人 可男人的妻子却不断骚扰他 因为王英的搅和 连续丢掉了三分满意的工作 他和那个男人已经分手 对方的妻子还是不肯放过他 他又该怎么办 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 邓亚军为您讲述 前男友的老婆缠上了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这天是李娟大喜的日子 他和新郎站在酒店门口 迎接着不断前来贺喜的亲朋 李娟穿着一袭白色婚纱 脸上画着精致的新娘装 一脸幸福 即使站在人来人往的酒店门口 她依然用双手揽着新郎的胳膊 幸福地意味着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闯进来一群女人 指着李娟大骂 第三者 贱人 其中围首的一个女人 冲到李娟面前 劈手就向李娟的脸上抓去 撕扯她的头发 李娟躲闪不及 脸上还被抓了两道血口子 新郎急忙出手挡开了那个女人 女人看无法进李娟的身 就跳着脚大骂 你这无耻的女人 破坏了别人的婚姻 现在还想嫁人 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 另外一些女人 直接冲向婚礼主席台 扯下大红喜字 推倒花形拱门后 扬长而去 婚礼现场一时乱作一团 为什么会在婚礼现场 发生这样的事情 新娘李娟究竟招惹了什么是非 李娟认出了领头闹市的女人 是她前男友的妻子王英 只是她已经有很久 都没有见过王英了 为什么王英会如此愤怒地 出现在自己的婚礼上 当年自己是跟王英的丈夫 黄广诚谈过恋爱 但那时候她并不知道 黄广诚有家事 是黄广诚骗了她 这件事发生后 李娟离开了黄广诚 并且与黄广诚断绝了联系 况且这件事情 都已经过去几年了 如今在自己即将新婚的幸福时刻 王英却打上门来 又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李娟和王英之间的恩怨 还要从几年前 李娟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说起 李娟在大学毕业前 应聘去了一家公司实习 她非常希望毕业后 能留在这家公司 工作格外卖力 几乎每天都主动留下来加班 黄广诚当时是她的上司 她开始注意李娟 还主动叫她聊天 有时加班晚了 会刻意等着她 开车送她回家 李娟刚到新单位 就碰到这么好的一个上司 心里觉得是暖融融的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李娟对黄广诚也越来越有好感 所以当黄广诚向她表白的时候 李娟害羞地点点头 算是同意了 又过了几天 公司同事聚餐 李娟不小心喝多了 黄广诚就直接将李娟 带到了酒店 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醒来时 李娟有些后悔自己的清帅 但黄广诚告诉她 自己是真心爱她 两人早晚是要结婚的 李娟一听这话 也就没多说什么 但黄广诚又告诉李娟 说公司有规定 不允许同事间谈恋爱 如果被发现 他们俩就必须有一个人 要离开公司 如果李娟想实习后留下来 就要暂时对他们俩的事保密 李娟为了保住工作同意了 两人每次约会 都是去酒店开房 从不让同事知道 刚开始李娟也没有怀疑 反倒挺享受这种 二人世界的耳鬓丝磨 直到有一天 两人在餐厅吃饭 黄广诚去洗手间的时候 李娟无意间看到 黄广诚手机收到的一条短信 老公 我下周末来看你 李娟心头意紧 拿起手机回复了一句 你是谁 很快对方就打电话过来了 从洗手间回来的黄广诚 一把抢过手机 出去接了半天电话 当晚李娟质问黄广诚 那个叫他老公的人是谁 黄广诚这才向他坦白了 自己其实早已结婚 妻子在南方做生意 两人因此长期分居 愤怒的李娟提出分手 黄广诚竟然跪在他面前 信誓旦旦地说 我爱你 我会找机会跟他离婚 你要给我点时间 听到黄广诚这样说 李娟也开始犹豫了 毕竟他对黄广诚还是有感情的 这些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李娟跟黄广诚纠结之际 黄广诚的老婆王英 居然打上门来了 这天刚上班 一个女人冲进了公司办公区 抬手就给了李娟一巴掌 又随手抓起办公桌上的杯子 等东西砸向李娟 一边还骂着 你这个小三 我让你勾引上司 破坏别人家庭 李娟吓得大喊救命 周围的同事本想上来帮忙 但一听 这女人是黄广诚的妻子王英 还口口声声骂李娟是第三者 都纷纷退后 没有人愿意再走过来 李娟白口莫辩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黄广诚这会儿还没到公司 等他到了公司 看到的是一片狼藉 和同事们奇怪的眼光 李娟不知道 王英的家族 是在南方做生意的家境殷实 王英当初嫁给黄广诚 家里人并不赞同 黄广诚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应聘到了北京一家公司 做销售总监 而王英在南方经营家族企业 夫妻俩就开始分居 开始两人感情还好 每天都会通电话 慢慢地 王英发现 黄广诚常常手机关机 或者不接电话 王英就开始怀疑 他外面有了人 但是黄广诚死活不承认 王英后来只好联系了一家调查公司 对方三天之内就讲 黄广诚11次开房记录 快递到了王英的手里 同时还附上了李娟的照片 和基本情况 王英一看 自己老公竟然和公司实习生 搞到了一起 气得浑身发抖 这次他专门赶来 就是为了好好教训一下李娟 也借机震慑一下自己的丈夫 李娟挨了王英的打 回去之后就忍不住打电话 向黄广诚讨要说法 可黄广诚已经关机了 三天后 公司人事部通知李娟 实习结束 李娟原本想留在公司的愿望 就这样破灭了 他灰溜溜地收拾了东西离开 而是黄广诚 其实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 李娟对黄广诚彻底死了心 其实这样也好 李娟对自己说 就当是给那段无知的感情 做一个了结 自己还年轻 可以重新开始 李娟不断给自己打着气 年轻 遇人不熟 以后吸取教训就可以了 他以为这样 噩梦就会随着他放弃感情 放弃工作而结束 可事情却远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李娟的生活被王英搅得一塌糊涂 她痛苦不已 连续丢掉了三分满意的工作 每天只能靠药物 才能勉强顺上几个小时 几年后的李娟即将步入新婚 而王英却又找上了门 李娟婚礼这天 王英行动了 婚礼现场是一片混乱尖叫 面对王英的搅局 李娟该怎么办 她的婚礼还能继续吗 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 邓亚军为您讲述 前男友的老婆缠上了我 由于李娟还没有毕业 她实习结束回到学校 发现无论是在饭堂还是阅览室 周围都会有人对她窃窃私语 指指点点 李娟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果然同寝室的同学 忍不住让她上网去看 她打开网页搜索自己的名字 才发现有人用她的实名 将事情添油加醋后公布到了网上 后面跟帖无数 纷纷斥责她这个第三者 这件事情是黄广成的老婆 王英做的 因为王英去公司大闹一场后 同丈夫黄广成的关系也更加紧张 王英觉得自己和丈夫 矛盾的罪魁祸首就是李娟 她随即就写了个帖子 发到了论坛上 尽管一周后 王铁一所设单位被侵权为由而删除 但李娟曾经在实习单位 当第三者的事情早已缠遍学校 李娟成了本校的名人 毕业前夕 许多单位到学校开招聘会 其中有一家很好的事业单位 看中了李娟 面试后要求学校给她写一份推荐材料 可是辅导员得知李娟的第三者事件后 不愿给她写推荐系 李娟和这个工作又失之交臂 再一次失去工作机会 这让李娟痛苦至极 但她依然不想离开这个城市 毕业离校后 她只能随便租了间便宜的房子 每天起早贪黑 到处投简历 跑招聘市场 好在她在校期间的成绩很好 一个月不到 就通过应聘 进了一家效益不错的国企 好容易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李娟真是太高兴了 她发誓 再也不要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以后专心工作 于是在上班的第一天 她在单位门口 自拍了一张照片 发到微博上 只是为了鼓励自己 给自己打气 但李娟万万没有想到 王英早就关注了她的微博 随时能看到她发的东西 看到李娟发的微博 王英越看越来气 想着不能便宜的李娟 于是又找到李娟的新单位 在单位门口堵着李娟 追着李娟打 李娟绕着她走 她依然不依不饶 她又向李娟的单位 寄送了上千字的打印材料 来揭发李娟 李娟的新单位不堪其扰 适用期未满 就委婉辞退了李娟 李娟从实习以来 因为王英的搅和 连续丢掉了三份满意的工作 只是因为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曾经和黄广成的交往 做了不知情的第三者 王英不仅跟李娟这么折腾 回去还跟黄广成闹 黄广成实在受不了王英了 坚决要求跟王英离婚 后来黄广成换了电话 王英干脆找不到黄广成这个人 就把气都撒到了 她一直关注的李娟身上 李娟成了她最大的假想敌 可是李娟在离开实习单位后 已经跟黄广成彻底了断 她删除了黄广成的QQ 拉黑了她的电话 跟黄广成再无瓜葛 但王英就认为李娟 还跟黄广成纠结在一起 李娟也向王英解释过 说她早就跟黄广成不联系了 王英压根就不信 一定要通过李娟这个线索 找到丈夫黄广成 在王英找李娟 无理取闹的时候 李娟也报过警 但是警方出警后 王英说这是私人情感纠纷 警察只能教育 说服王英 有事好商量 不要有过激行为 此时的李娟孤立无援 而感到绝望 她不敢跟家里人说 没有人会同情她 不论她到哪个单位 王英都像影子一样跟过来 那段时间 她严重神经衰弱 每天只能依赖药物 维持睡眠 后来为了生存 李娟在她所租住的街道 租下了一个摊位 从批发市场 进了一些女性饰品和包包 每晚趁着天黑 出来摆几个小时夜市 总算有了虎口的收入 可王英如影随行的狙击战 不仅阻断了李娟的求职之路 也重创了她的感情生活 老家的父母 都是老实芭蕉的农民 时常问女儿 在城里生活工作可好 为什么还不找对象结婚 李娟无言以对 父母情急之下 开始托老乡给她介绍对象 可李娟根本不敢与男方见面 她畏惧感情 害怕受伤 更怕阴魂不散的王英 再出来搅局 李娟的生活被逼到 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境地 王英才渐渐停止了对她的骚扰 整整两年 王英都没有再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渐渐走出心灵阴霾的李娟 误以为噩梦终于结束 可以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了 李娟通过相亲网站 认识了一个很好的男孩 叫刘勇 比他大两岁 两人在网上交流得非常愉快 刘勇也对李娟的温柔可人 非常清晰 后来刘勇特意赶来这个城市 跟李娟见面 两人很快就确定了婚事 李娟计划婚后就随刘勇 去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生活 和自己的过去彻底说再见 第二年元旦 两人领了结婚证 双方父母也商定了婚期 但李娟不知道 就在她准备婚礼 打算开始新生活的时候 王英和黄广成离婚了 因为王英早就闹得 黄广成在单位颜面扫地 黄广成一气之下辞了职 跟王英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开了这个城市 离婚后的王英无薪工作 整天泡在网上发泄情绪 他认为黄广成与自己离婚 肯定与当年的小三李娟有关 说不定两人现在就在一起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加了一个QQ群 群友竟让他去大闹婚礼 一天他无意间加入了一个 让小三去死的QQ群 在这个群里 王英眼前一亮 仿佛找到了知己 大道苦水 群里其他人也互相倾诉 自己的经历 王英突然想到 会不会黄广成跟他离了婚 回头又去找李娟了呢 两人会不会又重新在一起了 王英一想到这一点 不由得心头意紧 第二天就花三千元 请私家侦探去调查 很快对方传来消息 李娟不久前 刚在民政局登记结婚 准备三月九日举行婚礼 但新郎并不是黄广成 这个消息非但没让王英放下怨恨 反而让他心里失衡 当晚 王英向群友合盘 拖出李娟的婚讯 没想到当场就有几个网友提出 第三者没有资格幸福 我们去大闹他的婚礼 很快 各地的群友纷纷表示愿意 度见不平拔刀相助 网友的提议 正好说到了王英的心坎上 李娟婚礼这天王英行动了 这才发生了本案开始时的一幕 但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前后不到五分钟 婚礼现场是一片混乱尖叫 参加婚礼的亲朋们 从这场闹剧中一息明白 新娘曾勾引别人丈夫做过小三 南方参加婚礼的亲友们 个个唏嘘摇头 颜面近视的新郎 不顾新娘李娟羞愤地拂袖而去 李娟最怕父母知道自己的不堪往事 更不忍心父母为自己担惊受怕 他没想到 消失了两年的王英 会在这个场合以这种方式出现 而且王英也看到了 新郎压根就不是黄广成 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对待自己呢 一直以来 李娟对王英的过分做法 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 谁知道自己一忍再忍 竟然换来这样的奇耻大乳 父母还在身边 李娟还穿着婚纱 即使这样 新郎一家竟一句话也不说的 就离开了 李娟看着尴尬的父母和亲友 觉得自己一切都完了 自己的一生都被毁了 擦干了眼泪 当时就下定决心 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地教训王英 他让自己失去的太多太多了 李娟想和王英之间有个了结 王英会同意吗 王英收到李娟的短信 心中满是胜利的喜悦 两人见面后言语不合 竟酿成了一场悲剧 李娟伸手就夺过了王英手里的刀 顺手向王英赐去 李娟辩解自己的做法是自卫 她的说法会被法院认可吗 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 邓亚军为您讲述 前男友的老婆缠上了我 第二天 李娟就将父母送上了回老家的汽车 送走父母后 李娟给王英发了一个短信 说自己想清楚了 对自己以前的事情感到非常后悔 想约他出来 请他吃饭 顺便谈谈 将自己和黄广成之间 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他 并且愿意当面写下保证书 从此彼此两亲各不相欠 王英收到李娟的短信 心中满是胜利的喜悦 黄广成到底是怎么对不起他的 给那个贱人花了多少钱 王英越想越着急 恨不得立即就见到李娟问个清楚 离家出门的时候 李娟鬼使神差地 把家里的一把水果刀揣在身上 还喝了好大几口白酒 两人约好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一见面 王英闻到了李娟身上 一股刺鼻的酒味 他轻蔑地质问李娟 你是刚从叶总会下班吗 你不知道做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你怎么越来越不检点了 被激怒的李娟气得拿出水果刀 拍在桌子上 指着王英的鼻子就骂道 闭上你的臭嘴 你这个疯女人 你太过分了 你如果再这样 看我会不会杀了你 王英第一次看李娟这么气势汹汹 一下子跳起来对骂 你还有脸说我 你说你花了我老公多少钱 他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你给我一分不少地吐出来 李娟听到这里 略带罪意笑着答道 没错 他对我特别好 钱都给我花了 现在你毁了我的婚礼 我马上就打算去跟他结婚 王英一听 气得蹊跷生烟 他疯狂地扑向李娟 扯过他的头发 按在地上挥手就打 他还觉得不解恨 从桌上拿起水果刀 就向李娟扎去 但是这一次 李娟没有像以往那样 懦弱地躲闪 他此刻内心的绝望和愤怒 已经到达了极点 带着点酒劲的李娟 伸手就夺过了王英手里的刀 顺手向王英刺去 王英抽搐了两下 倒在了地上 李娟扔掉了手中的刀 坐在地上直喘气 当有人报警警察赶到时 王英已经停止了呼吸 王英估计从来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死在胆小懦弱的李娟手里 李娟即使被王英毁了几份工作 又毁了他的婚礼 他也没有想过 他会亲手杀死了王英 他只是恨极了王英 想戒酒壮胆 好好教训一下王英而已 谁知竟酿出了血案 李娟被关到了看守所 警察要通知家属 李娟竟然不知道通知谁好 后来李娟的父母和丈夫刘勇都来了 李娟的父母看到女儿的这种状况 着急地指示哭 刘勇倒是什么话也没说 主动给李娟请了律师 律师会见了李娟 在与律师的谈话中 李娟一直强调 他并不是故意要杀死王英的 当时是王英先冲他挥的刀 他只是为了自卫 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那么李娟的这个说法 会被法院采纳吗 这边李娟请了律师 死者王英家里当然也请了律师 王英家不缺钱 坚持认为李娟是故意杀人 要李娟一命长一命 李娟的律师向他了解了 他跟王英这几年间发生的所有事情 调阅了案发当时的录像 还有主要证务的鉴定报告 证务就是最终杀死王英的那把水果刀 在刀柄处提取的指纹经鉴定 既有李娟的也有王英的指纹 而侦察人员在现场提取的视频资料显示 是王英先拿的刀 后来被李娟夺下 律师根据李娟的口供和现场的视频资料 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替李娟辩护 那李娟究竟是过失致人死亡呢 还是故意杀人 法官最终会对这个案子如何宣判呢 这就涉及到今天的法律关键词 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 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 或者已经预见到 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 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故意杀人罪在主观上 需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即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后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本案中李娟确实想报复王英 证明他有作案动机 他还携带了凶器一把水果刀 并且把他放在了桌子上 尽管王英曾经先拿刀向他 但是他夺下了刀 又趁王英不备 直接向王英的身上扎去 一刀插入心脏致死 证明他绝非疏忽大意 他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因此李娟最后以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娟上诉后依然为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 李娟主动找来刘勇 跟他解除了婚姻关系 刘勇也在找律师 帮着李娟打官司的过程中 知道了李娟和王英之间的 所有恩怨 刘勇后悔那天不该夫妻离去 丢下李娟一个人 最可怜的是李娟的父母 唯一的女儿入狱 两个老人以后该如何生活 最可恶的是黄广成 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他跟李娟分开后 又跟王英离了婚 远远地躲开了 这两个女人的悲剧 但黄广成的日子 也并不好过 他离了婚 辞了职 王英家对他恨之入骨 对他不断打压 他很难再找到一份 像样的工作 找工作不顺 他就借酒交仇 不久就得了一场大病 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这让黄广成一蹶不振 为了生存 只好到洗车店 做了一个洗车的零工 后来得知王英死了 李娟也因此入狱 黄广成直探 这是自己的报应 悔之玩意 黄广成的自私 和对婚姻的不忠 导致本案中的两名女性 分别失去了生命和自由 而李娟和王英 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受害者 王英的偏执和激进 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而李娟 当她与不堪的过去 挥手作别时 当做人的底线被践踏 尊严被撕得体无完肤 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同时 没有恋爱经验的年轻女孩 在感情到来的时候 该如何分辨真伪 如何保护好自己 更需要智慧 感谢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如果想获得更多法律资讯 请关注本栏目公众号 再见 明天播出